英國、法國和德國的內政部長呼籲歐盟內政和司法部長 在未來兩個星期內舉行特別會議 以應付歐洲大陸不斷升級的移民危機 有關部長在星期日發表聲明說 他們希望找到具體步驟以解決不斷加劇的移民困境 馬其頓今個月對每日大約3000名移民 從希臘勇向西歐國家的邊境口岸 宣布進入緊急狀態 據聯合國估計 今年為擺脫貧困和暴力 已經有30萬移民從中東、非洲和南亞逃亡到歐洲